HELLO 大家好我是刺虎 歡迎收看今天的遊戲閒聊 符文工廠5的日文版在這個5月就要推出了 不過中文版要等到9月 對於有在期待的玩家來說 真的已經心癢難耐了 剛好就在最近符文工廠4特價半價優惠中 也有不少玩家有在詢問關於世代的內容 雖然過去我有介紹過這款遊戲 也在不少次的牧場評比中有大概聊過這款遊戲 但在我心癢難耐 又被其他的牧場遊戲弄得很不愉快的現在 我想再來跟你們聊一聊符文工廠4的美好 開頭我們還是先從基本的介紹開始說起 符文工廠系列的遊戲 是因為牧場物語10週年才誕生的全新系列 也因此它的主要架構還是牧場類的遊戲 只是加入了不同的要素 最後組成了這樣一款特別的遊戲 而它加入的要素 也同時是讓它成為經典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劇情系統 相較於一般的牧場物語來說 劇情系統給了玩家一個完整的目標性 並且劇本的設計上也不會太過簡單 遊戲的起承轉合都非常的強烈 主線的部分通常會有一種偏章式的感覺 讓玩家循序漸進的完成 並且解鎖更多的功能、更多的系統 而隨著劇情的前進 村莊中的村民的對話也會跟著改變 讓玩家對遊戲有更強烈的帶入感 每一個居民的性格變得更加生動 剛剛有提到劇情有一種偏章式的感覺 這就要來提到這款遊戲 另外一個新增系統 戰鬥系統 在牧場遊戲中加入戰鬥系統 這可以說是非常特別的一個模式 但卻也並沒有讓遊戲衝突 在村莊當中 我們並不會有需要戰鬥的地方 依然是悠閒的享受農村生活 需要戰鬥的部分是離開村莊的時候 遊戲中有加入類似副本的系統 每一個劇情的段落 都要透過完成副本來推進 而戰鬥中可以透過吃東西來恢復體力 所以遊戲就會進入一個正向循環 種田獲得農產品 用農產品做成料理 帶著料理去戰鬥 打贏之後觀看劇情 之後又再次為了下一個副本而努力 而不論是農耕或是戰鬥 都可以獲得收益 農耕可以出貨農產品 也可以做成料理之後販售 戰鬥可以獲得怪物的掉落物 也可以在野外挖掘礦石 都可以用來出貨賺錢 而推進劇情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 挖掘到更貴的礦石等等 每一個環節都讓玩家 更有目的性的在遊玩 有了目標的牧場 大幅度的降低了玩家的作業感 符文工廠四代在劇情的設定上 男主因為被攻擊而失去了記憶 並且從飛船上打了下來 遇到了瘋喚龍 在被誤認成王子 並且被真的王子要求繼續扮演王子之後 我們在這裡展開了尋找記憶 並且扮演王子的生活 在這裡農耕冒險戀愛 這款遊戲不支援同性結婚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就要選好自己想要的性別 並且遊戲中一開始可以種的農作物不算太多 各種設備也都還沒有開啟 需要透過升級、購買、推進進度才可以開放 但也因為是這樣 每完成一點進度的時候 都可以從這款遊戲中發現驚奇 而牧場物語系列中不可或缺的就是畜牧系統 在這款遊戲中並沒有可以購買動物的地方 而是要在野外跟怪物戰鬥的時候 直接把怪物抓回家 所以會有綿羊、雞、牛等等的怪物 抓回家之後他們每天都會生產農產品 除了這些動物會生產農產品之外 另外還有像是蜜蜂會生產蜂蜜等等 各種怪物都有機會有經濟價值 有些不會生產農產品的魔物 也可以訓練變成出門戰鬥的夥伴 幫助自己在外出戰鬥的時候可以輕鬆不少 另外在系統上 相較於傳統的牧場物語 這款遊戲有自己的鍛造台、藥學台、飾品台等等 包含農具本身都可以自己鍛造製作 並且可以把鍛造完成的東西拿去販售 透過這樣來賺錢 畢竟要是加工過後的東西沒有比較賺錢 我們又為什麼要花時間加工呢? 有一款牧場遊戲也完美的做了一個對比 符文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它的節慶系統 遊戲中的節慶比較少是玩家無法參與的 多數都是可以讓玩家參與其中 並且在節慶的前後 村民的對話內容也會跟著有所改變 這些變化也都會讓玩家感受到村民的性格 我自己很喜歡玩的就例如撒鬥大會 努力的累積更高的分數來獲得第一名 在玩的時候真的會很期待 節慶趕快到來 在玩符文工廠4的時候 因為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但並不會真的複雜到你不知所措 所以常常會有各種事情可以去做 讓你覺得自己其實沒有玩很久 就已經花了很多時間了 我很喜歡這種遊戲體驗啦 不過雖然說這款遊戲在系統上很多樣 但不表示它並沒有做出細節 相反的如果你好好體驗這款遊戲 你會發現這款遊戲的細節真的多到不行 以農耕系統來說 這款遊戲同樣也有農作物等級系統 並且有土地肥沃度系統 我們可以透過遊戲中的放大進道具 觀察農地的健康狀況 另外種子本身也有等級喔 透過鐮刀收割農作物 可以獲得高一等級的種子 在健康的地上種高等級的種子 配合上各種肥料 讓這款遊戲的農耕系統 非常的豐富有趣 除此之外還會有巨大化的農作物等等 也讓農耕可以玩的部分變得更多 畜牧的部分除了可以跟動物培養感情 讓他們有更好的農產品之外 另外還可以請動物幫忙照顧田地 甚至可以請他們幫忙播種等等 根據你帶回來的怪物不同 有些怪物還可以成為坐騎 讓你騎著它到處跑來跑去 讓選擇要捕捉誰回來養 變得有更多的可能性 而要說到其他的系統之前 就要提到這款遊戲的等級系統 因為有戰鬥系統的存在 遊戲中本身也會有角色等級 除此之外還會有各種技能等級 遊戲中的戰鬥可以使用的武器非常多樣 不同的武器就會有不同的技能等級 隨著技能等級的提升 玩家就可以解鎖更多的技能動作 而技能等級也是符文的一大特色 因為幾乎所有的一切都有等級 例如走路也會有走路等級 使用屬性魔法也會有專屬那種屬性的等級 料理、鍛造等等 全部都會有等級的設計 等級的提升自身的各項數值也會跟著增加 所以如果你遇到打不贏的狀況 其實除了角色的等級之外 可以考慮各方面的等級都慢慢的提升一下 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這就可以說回到這款遊戲的料理鍛造系統了 符文系列相較於其他的牧場遊戲來說 他的料理都會有技能等級的要求 所以並不是你拿到食材就一定可以製作 如果需求的等級太高 你會一直失敗 所以就需要透過先製作簡單的料理 來增加自身的料理等級 後面才可以做出更高級的東西 而如果超越等級製作 除了失敗率會增加以外 另外就是消耗的體力也會變多 是真的相當的不划算 料理的等級增加 除了可以增加成功率之外 另外還可以獲得更多的食譜 這款遊戲想要獲得食譜的方式 是前往料理店購買配方麵包 吃下去之後就可以獲得新的食譜 包含鍛造武器也是一樣的概念 其實就是記憶吐司啦 鍛造除了可以鍛造道具之外 另外還可以做出個人化的武器 可以利用路上打到的道具 強化自己的武器 讓自己的武器擁有其他的能力 或是有更高的攻擊力 對於戰鬥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系統上 其實就可以讓玩家做出不少的嘗試 例如前面提到的放大鏡 可以用來觀察農地的狀況 如果把放大鏡作為強化道具 強化你的灑水壺 那麼你在澆水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看到土地的資訊 也就是你的水壺有了放大鏡的功能 透過這些結合 都讓這款遊戲的系統有更多的可能性 也讓玩家有更多的探索空間 不只遊戲可以玩的東西很多 遊戲的深度也依然一點都不馬虎 我自己是一個從符文一代一路玩到現在的玩家 對我來說或許是已經習慣了他的美好 同時也接受了他畫面上的不足 但確實世代的狀況來說 遊戲的建模對於現代的玩家來說 接受度真的並不會太高 我自己想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款遊戲在2021年依然值得一玩的原因 首先雖然遊戲的建模有點尷尬 但是這款遊戲有加入非常生動的2D例會 不論你是跟哪一位村民對話 都可以看到村民的2D圖片 並且根據對話的情緒 圖片的表情、動作等等 都會跟著有所變化 讓玩家不會有一種只是在看圖片的感覺 而是更有互動感 也因為有了2D圖片的存在 我對於3D建模的接受度就高尚了很多 另外符文工廠的村民都會有自己的配音員 這款遊戲一個超強的互動性就在這裡了 除了你跟村民對話的時候有語音之外 另外如果你只是單純的從村民旁邊路過 他們也會根據現在的時間 來說出不同的打招呼語句 並且每個人的個性不同 也讓每個人的打招呼語氣都會有所不同 玩到後來就算你只是單純的路過 沒有看到臉 你都可以大概知道路過旁邊的是誰了 帶入感是這款遊戲吸引人的一大特點之一 而另外剛剛介紹這款遊戲 龐大的內容與系統 都讓玩家可以花上不少時間 投入到這款遊戲裡面 更不用說結婚後補的2D樣貌 很多是真的都很香啦 雖然有些很正的 但卻不能結婚的真的很無奈就是了啦 雖然說符文5的中文版到9月才會推出 讓在期待的玩家心癢難耐 但或許也可以讓還沒有玩過的玩家 利用這段時間好好體驗一下符文4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這部影片發布的當天 到晚上12點前 符文4正在半價優惠當中 有興趣的玩家真的可以考慮看看 我近期也會開一些符文4的直播 也歡迎您來看看喔 不曉得有多少人跟我一樣 在等待符文5到來的同時 回頭玩了符文4呢 歡迎留言分享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刺虎 祝各位有戲愉快